凸出,阴道松弛,前列线炎等问题 现在我们来进行安装 我们取出椅子后面的连接线 接到主机后面的一个接口 然后对着卡口 然后把它插进去 把它插进去之后 把上面的卡口和下面的卡口把它卡紧 卡紧之后,这样子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给仪器接上电源线 接上电源线,打开电源线旁边的开关 这样子仪器就已经正常使用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仪器下方的几个按键 退出键 确定键 能量大小调节键 开关键 暂停键 开始键 然后我们长按开关键 蓝灯亮起即可 跳转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 这个屏幕上也是可以触屏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按键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操作 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之后 U1、U2是指它的一个模式 U1综合模式 起到修复平底机的作用 然后选择U2的话是在这个上下键选择 U2提高性敏感度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需求来调节这个模式 先看模式 先看模式1 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之后 时间的一个调节 默认是30分钟 强度的调节 类型调节 阶段数 我们所需要调节的是这个强度的调节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当顾客做好了之后 点击开始 然后我们再缓慢的调节这一个能量大小 能量大小的这个强度调节 是根据顾客的体感来调节的 中途停止的话 按照停键 再退出 我们再看一下模式2 点击进入 同样的一个调节方式 我们根据顾客的一个体感来调节 这一个能量大小的强度 点击开始 然后再调节这个强度大小 往右边写钮是加 往左边写钮是减少 停 如果中途需要停止 按暂停键 然后点击推出 我们再看一下仪器上面 这个屏幕上面 它有两个 一个是快速的一个模式 就是它已经生成的一个模式 它是综合模式来的 这里的话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等顾客做好了之后 再来调节这个强度大小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话呢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内心的调节 也是需要我们去调节的 这个内心调节呢 是有点击内心调节 然后同样的按这个调节手柄 这边的话呢 它是这个频率 会有不同的一个波段的一个频率 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 就是体感来调节这个波长 调好了之后 直接点击开始 然后按键子 然后对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菜单 点击进入 菜单的话是语言的一个设定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语言的 也选择来 英语跟中文 我们默认是中文模式 如果需要选择的话 直接选择英文模式 就在这边切换就可以了 然后选好了之后 点击退出 到这样子的一个主界面 现在我们来实操一下 操作之前 我们先让顾客 把身上佩戴的一些金属物品 把它拆卸上来 包括一些带有磁场的 比如说银金卡呀 或者是一个银行卡呀之类的 我们都是要让顾客把它拿下来的 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顾客玩手机之类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找一个女性的模特 然后做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坐在这个 这个椅子的中间是有能量传输的 这个椅子的中间这一块 是有能量传输的 所以说我们坐的时候是靠在中间 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身形 来调节这个椅子的高低 在这边调节 那我们调节这个椅子的高低呢 是需要拿到一根电源线 接上椅子后面的一个插孔 把它接上 接上了之后接电源线 然后根据顾客的一个提心来调节 现在是一直按着这个向上键 它是不断的往上伸的这个椅子 如果说不需要太高的话 我们是在这边一直按着往下键 就可以调低 然后就可以操作了 我们调节好合适的一个能量大小 这个能量可以吗 可以是吧 可以就往上加了 可以 然后我们是根据顾客的取材 而逐渐的往上增加这个能量 在顾客能承受的范围率 可以往上加 每次操作三十分钟八次为一个疗程 间隔两天操作一次 有以下静静人情的话 我们不建议操作 第一 经期应期服辱器的人不建议操作 第二 佩戴心脏起搏器的人不建议操作 第三 身上有垫子植物 或者是金属植入物的 不建议操作 第四 严重妇科疾病者不建议操作 第五 有重大疾病的同样不建议操作 这就是以上的 这台一续的一个安装 我们创作的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